深圳一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连续13日本地零确诊 政府说本港和内地和澳门将会积极研究 逐步有罪恢复正常跨境往来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也说会视乎疫情发展 认真检视放宽社加距离措施的空间 本港疫情占趋均定 澳门政府早前说如果本港连续14日无本地个案 就有条件商讨放宽港澳的通关措施 政府发言人回复说 特区政府一直跟内地和澳门相关部门 就疫情防疫措施保持紧密沟通和联系 内地和港澳都已经开展了疫苗接种计划 而本地的疫情已经渐趋缓和 三地将会共同积极研究在疫情受控 和不增加各自的公共卫生风险之下 逐步有罪感恢复三地居民正常跨境往来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没有回应相关提问 另外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在网志华 欧盟成员国刚刚通过 将香港立入旅游安全地区白名单 建议逐步撤销对香港的旅游限制 反映香港的疫情占趋稳定 抗疫成果得到国际认同 他又说本港近期的疫苗预约和接种率上升 政府会视乎疫情发展、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 和疫苗气泡措施的落实情况 认真检视是否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至于新增的一宗输入个案 涉及一个36岁男机组人员 星期六由俄罗斯抵港 是机场检测的过程阳性 带有L452R变种病毒株 而初步确诊就少过5宗 无线电视机者黄善和报道